大家早晨 2021年2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即将开始 上个星期五晚 美股、欧股全面下跌 跌幅普遍2%左右 非常显著 之前的亚太区股市 只是见到新西兰股市 轻微上升 其他全部都是暴跌 而跌幅以南韩首尔指数最大 接下来看港股 看港股之前 不如再看看 美国标准普遍500指数期货 的小时图 阴阳足小时图 这一张是延续图 即是收了市后 今早新加坡开市 到现在 现在是上午8点20分 最新暂时是一支阳足 不过你见到走势 反复向淡 在之前 刚刚一个小时 才见到低位 跌完后 看一看之前的低位 在这里 跌穿了 就算再反弹 这里也有阻力 指标方面 全面利淡 形势就不太漂亮了 除非港股开市 未止期货显著上升 否则都不太乐观 特别是一月份 期货期权到期之后 加上一月份 场外股票期权到期之后 好友大户就没有了一个有因 去托出市 大家真的要小心 如果今天不见到好友大户入市 不见到他们入市 将市显著推高的话 而月初 即是这个星期 甚至下星期的市况 就向淡机回居多 港股上个星期五 五个主要的市场指数 不是市场 主要的指数 因为有一个是 记漏了 这个是行业指数 五大指数 跌幅都是1% 有些最小的就是科技指数 是未跌的 其他都是1%左右 成交金额比率 相对于过去56交易平均成交金额比率 现在的股价比率 国企指数的成份股 就少了 其他都是差不多 科技股也是轻微下跌 那股价比率 两体 你可以说它没有增大 不过如果跌市之中 跌市之中 都贴分平均数 就不是一个好现场 收市的时候 上个星期五 港股 下午4点15分的时候 美指期货日报 3776.12 升了1.28% 怎样说% 不是点数 因为方便比较 如果下一个点数 就是 29000点 又升了500多点 那3776 你希望它升530 那才是相等表现 那当然是 看6% 五大指数 比对美指期货的表现 很差 全部都是偏低2.2% 可想而知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港股淡有大户入市的态度 非常积极 但是 如果计算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有51.49 又不是太差 而且还绿德斯金程 主动买入69亿 当然 这个比率 比过去五百加日 平均比率 53.47为低 而69亿 亦比平均数 108亿为少 即是说 都还有一些大户 在个别的股票身上 是积极 数货的 只是少数 全日的成交金额 就减少到2401亿 低过去五百加日 平均数的2670亿 买空金额比率 就升到15.676% 比平均数 14.644% 为高 EBI好淡指标 超短期 全部都十几二十几 平均值20 很差 短期 就除了 科技指数有四十几 都不够五十 是叫做 没那么差之外 不可以说好 没那么差之外 其他都是二十几 平均值30 即是说 代表港股大市 超短期短期都是向淡 中期 就真是 很淡 增持 50 平均值 我就开始担心 港股的中期形势 转弱了 转弱了 肯定了 怕它慢慢变为转弹 长期更是向好的 已经不是最向好的 如果用BBI看 只不过是向好的 平均值69 那就刚刚开始了这个二月份的成为焦点月份的交易 在一月二十九日正式成为焦点月份 就没有了成为现货月应该不是焦点月 成为现货月 因为焦点月应该二十八日已经开始了 即当一月份期货期货到期一 那么如果计家权收市位成交量 暂时就没得比较 我们只要看一个偏离值 偏离值是给二月份合约的大户加团平均开仓水平 2905 抱歉 这里是错了 错了 这里应该是29201 我昨天不记得改这个表 一陈根在第二段分析 我给大家看看 29201 偏低八百多点 应该是八百多点 不止2.2 应该是2.7 不如立即和大家解决一下 29201 如果没有记错 28398 除以29201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那是偏低了2.750% 这里应该是2.750% 这里偏低八百多点 国子期货是偏低3.286% 与上个月的开市局势完全反转了 上个月的开市局势完全反转了 上个月的开市局势很好 然后整体来说 今次一开就很差 那会不会一直差到尾呢 大家拭目以外 恒指期货15分钟图体 全日上个星期五是跌市 国子期货跌市 科子期货亦都是跌市 一浪低一浪的 三个指数期货都是 三个在一起看 即是说无论外资 或者中资 都好 在跌市之中 不变就代表了 淡有大户开新仓套利的徒时 好有大户在平旧仓计数 今日整体市况 国企股 南筹股 科技股 都是看 反复再跌的机会很大 今天看看33个行业内 我们用平均变动的 反过来看 看看哪个板块是 沽压最大的 原来是中标珠宝业 半导体 保险 零售 工商与专业服务业 这五个表现最差 至于他们的主动买股比率 没有什么特别的 都是50比50附近 成交金额 以保险业最大 123亿 其至15亿 工商与专业服务业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一会看看 刚才那个 其中的办法 先看 恒生综合指数 成份股492只 根据资金净主动买入排列 最多的就是29亿多的 腾讯 10只之中 1只跌 就是中国平安 全日的升跌 如果没有升 或者跌5%以上 我们就当一般 正常 8%上升 保利协银能源 上升 表现 就是以它最好 10只之中 过去5个日 累积计 也是以它最好 升了20% 而表现最差 跌了11% 信达生物 和跌了10% 弱名生物 2只生物 主动买沽比率 有一个72比28的 油储银行 就代表 5.35 那里 很多 积极的 主动买盘数货 收市 5.35 大家留意 5.35 这个应该是短期重要支持位 不失手 后市 会看好 会跑人大市 股票的机会很大 量比 没什么特别 放在我专业中的分析表 上升 表现最好的 保利协银能源 油储银行 第三 安踏体育 安踏体育上回来 安踏体育 最低的 安踏体育 不是 最低的 127.8 那便衝回来 收市部 128.3 累积跌幅过去 5个日 还有6% 上月升5 升2% 而主动买股比率 非常不错 65.35 OK 那便 转好一点 调转看 资金净主动 卖出最多的是 4.7500万 吉利汽车 10%之中 有两只升的 比亚迪股份 和中国电讯 但如果计算过去5个加日 就除了 中国电讯 微升0.893%之外 其他全部都暴跌 跌幅是以阿里健康 和吉利汽车最大 分别是12%和11% 主动买股比率 最差就是这个 32.68 最接近30.70 就是中国联通 代表4个半前边 有很多主动股盘 大户股价是质货的 另外一只差点 就是34.66 中国银行 就是2个7前边 有很多货货盘出现 量比 没什么特别 专业综合分析 显示 这10只股票之中 吉利汽车比率 是最差的 第二最差的 就是阿里巴巴 第三 就是中国联通 我们刚才没有说 阿里巴巴 反过来 就是阿里巴巴 这样分析 反过来 引证之后 反过来 回来 跌了1.908% 对不起 跌了1.908% 过去5个加日 累积跌幅1.516% 主动买股比率 不太差 47.53% 但由于股盘大 始终是质货多 数货 但金额大 成交金额 是整个86亿 所以 算下来 它就表现差一点 在我们的分析表里 我计算它的动力 就差一点 所以它是第二位差的 刚才说过 要说一个版块 当然是 上升人表现最差的版块 中标珠宝叶 这里我计算全部 不分大市值 中市值 小市值 因为不太多 只有28只股票 首10只股票 有升有跌 跌多 升的就是 朗华国际集团8026 这是创业版股票 接着就是 金猫银包1815 大家很少听 金猫银包 一看就知道什么 金猫银 珠宝首饰 变动 哇 香港资源控股 跌了34% 一日前来 2882 类积外务加日计 原来它是 还升了13% 即是 获利回吐 在这个最高位 五仙 前边 就很大的 沽压 获利回吐 沽本 而表现第二好 就是10% 的 朗华国际集团 表现最差的 应该是 歷世纪806 和 亨得利 3389 都是6月迹 10% 跌幅 接着呢 主动买 沽比率 我特别一点 这个好 接近70 比30 就是半成 中标珠宝 那么 数货 积极的 不过全日就没有起跌 另一只更加劲 是99 9 99 1 不过他成功今晚只有250 7万 完全是数货的 在5毛8 一路数上去 数到7毛2 收牢4 差的呢 就有两只 低过30比70 分别就是周生生 和 香港思源控股 就代表在他们的高位 大家看看高位在哪 这里 和这里 前边有很大的沽压 主动折波 量比方面有两只 到3.0 特别留意 就是说 如何留意 再说一次 你看到三只 就是说 全日的最高低位 就是增持区 看看向哪里突破 就是 香港资源 港股 和金猫 金猫 就是这样分析 专页分析表 显示 这10只股票之中 只是这10只股票 表现最好 就是 冠城中标珠宝 虽然它没有起跌 它是动力是正的 OK 最好 第二 就是金猫 文猫 都是正的 第三 就是 朗华国际集团 就是富 我不可以说它好 这只 因为它富 只可以说它 加权升降动力 加权升降动力 是富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它不是好 只不过在其他八只叉 里面 它是最没那么参加的 如果和美资期货 上个星期五 下午的四五三五层比较 这10只股票的 Fair Value 和Premium Premium 就是偏高偏低幅度 相对美资期货 就只有一只 跑赢美资期货 就是金猫 还猫 大大跑输 就是这一只 香港斯元控股 跑输42.72% 很厉害 很厉害 差很远 就是这些大波幅股 你看看 大波幅 它的20天年度 法力士波幅 是188厘 恒生之数 是21厘 21厘 7厘 这10只之中 只有1只 在我选顾名单 就是周大福 其他那些 短线炒卖 也很危险 稍后我和大家分析 就是6969 为何和大家分析 先铃不分析过 上个月头 由于它急升铃之后 就出现了大阴烛 然后就连着回落 所以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看看这里 它有一个上升通道 跌穿了 在上个星期四 已经跌穿了 星期三跌穿 收市帮助 星期四连收市 也跌回来 星期五也是 在通道底下不收 而星期四的成交 就很多 星期五就缩下跌 星期四跌到这里 就很多 我会和大家做个分析 那不就好 低位建成交多 低位建成交多 是一半好 另一半要求是什么 就是低位建成交多之外 但是重要的价位 是由低位显著暴升 起码是一支阳烛 甚至乎是 比上一天暴升 红色 这样才行 所以这个低位成交多 是没有意思 只是反映出沽压大的 那就待会看这个 那最后我们讲这个 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在是3777.25 那3777.25 就是 我先看清楚 我先更新 因为刚才转了 我怕没更新 我先更新 先更新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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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3683.88 3777.25 就是上星期五晚 纽约开市之后 到现在这一刻最高的位置 就是3777.25 3683.88 跌至1.194% 那我们五大指数 就是这里 初步阻力就是这里 即使初步支持就是这里 即是说 合理来计 是低于455.8 那会不会这么低呢 真是很难说 刚刚才 一月份场外股 叫期权到期 不知大户想怎样 大家 叫上手 站在一边 看人打好了 不要随便冲进去 陪人打 只会被人打 你进去的大户 你打不到大户 就被大户打你 那接着看了 那10只的 初步及充标业指数 那就是股票 那 行业指数的股票 那 合理值就是这里 合理值在这里 那就是这里 大家 那就是 如果你计过 初步阻力就是这里 初步支持就是这里 那 普遍都是低开的了 那 大家留意 这一只 香港 资源控股 那个历史波幅 在星期四投资188厘一收市的时候 上个星期五收市 已经升上244.614厘了 那 你还去博些炒 那些股票 这些历世纪 860的那些 就是72厘 那都很高的 恒生指数是多少 现在21厘827厘 不是21厘7厘 21厘857厘 今天是2月1号 那我的patreon频道 就招收新的订户了 那就是 如果你对这一段影片有兴趣 你觉得我每一天 和大家分析是有帮助的 请你多多支持我 那就去 入这个频道那 那就是订阅啦 那如果你想看这个影片 是即时看到的话 不需要等8个钟头或以上 之后才看到的话 那你就最少要订是gold gold gold 那就是美金40元 一个月 那就是 如果你想说 咦 我每个星期日都想上课 那我刚刚才 昨天就上了课 新的了 那就是 现在是在说什么 现在还在说 这个散户 就是短炒股票获利之道的 那就是 那就是 你想看完过往的 立即 那你都 就不要gold 就去plantinum 就是 刚才是40元美金 那这个呢 就是60元美金 那如果你说 我整天有问题 都想 自己个人投资 想问我 那当然有些简单的问题 我就容许 Diamond的会计 就是 每个星期就问2题 最多2题 那当然还有其他小小的优惠 就以答谢大家的鼎力支持 那这个就是100元美金一个月的 那就是 最少是gold 跟着是plantinum 又是diamond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如果你是 我长期对我 对良生有信心的 OK 那你就订阅整年 即使用卡过数 给一年 即选一年的收费 那那个收费呢 我是有 九五折给大家的 那就是这一年的了 那然后就 以后呢 就是 如果你每个月呢 就是每个月 就是每个月过数 一年就一年过数 就是这样 那就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还有如果 你已经支持着我的 介绍给你的亲友 因为没有你的支持 这个平台是不能运作的 那 那希望 大家就 懂得欣赏 我这个分析方法 那一会儿 稍后 晚点 今早早 开市之后 我就会和大家 讲讲最新的视频 以及分析的保利协赢能源 多谢各位收看 多谢各位收看